这一起违法事件引起了各界关注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问题 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洛景明今天就表示 产能过剩是两岸目前共同面临的现况 他主张台湾可以仿效中国大陆的做法 淘汰部分经济效益相对较低 或者是违法污染环境的这一类工厂 日月光排放污水事件 引发各界关注企业界处理环保议题的态度 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洛景明20号指出 产能过剩是目前两岸都面临的状况 台湾政府可以学习大陆做法 淘汰不注重环保的中小企业 他们对于没有经济效率 或者是对于环保没有投入比较大的 这个投资的这些小工厂 他们现在有规划要慢慢的把他们缩减 甚至观察 对于鸿海董事长郭台明19号抨击 陆器跑来发行保导债筹资 如果把钱拿回去投资面板等产业 将回头冲击台湾厂商 对此洛景明认为 保导债是人民币去化的平台 经管会副主委王立林也指出 保导债目前仅限于大陆银行来台发行 连这条路能够通 那我们也期待说这个不只限这几个特区 将来能够在货币清场制度能够更加的踏实以后 让这个人民币可以更加自由的流通 大陆的这个部分回来发保导债的部分 我们其实都是会审慎的评估 那我们是很希望这个平台是 让这个资金来溢住台湾的产业 展望2014年景气 工商协金会理事长洛景明持保守看法 认为GDP成长率会落在2.5%到3% 工商协金会副理事长张安平认为 美国QE退场对台湾经济影响相当正面 明年GDP渴望保三 UDN TV 文费肖博青 台北报道